好不過呢這個手機專家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你也有iPhone 4的手機也掉了怎麼辦 主要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智慧手機平台提供了專業的定位追蹤軟體 只要手機的功能可以相對應呢 就可以下載軟體使用 假設我們來說當這個A的手機不見的話 就可以利用B手機就登入追蹤系統 而且呢只要是這樣的話呢 來說一個申請或是軟體的動作費用只要新台幣30元 手機不見了靠著定位系統追蹤找回來 這不是說說而已 進去設定裡面 要不然就是你要開啟上網 上網用的 過去要追蹤手機位置都必須透過電信業者和警察 兜了一大圈還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3C時代的智慧手機真的很有智慧 下載所謂的定位軟體 就可以利用手機本身的GPS導航定位系統 靠自己找出手機位置 你要設你的Apple ID跟這種號密碼 按確定然後再離開這個層次 就進去尋找iPhone 以基隆找回手機的案例來看 師主跟先生兩人都是iPhone使用者 兩人事前都曾下載專用地位軟體 加上手機業者所給的專用帳號跟密碼 所以當A手機不見了就可以用B手機登入定位軟體 輸入A手機的帳號密碼 透過衛星定位來尋找A手機 現在有很多軟體業者推出各式各樣的搜尋定位功能 讓你在自己迷路或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手機的時候 可以盡快定位 目前市面上知名的大廠牌啊 只要可以上網設定密碼跟帳號的都可以尋找到自己的手機 可是現在智慧已經手機這麼多 所以是還有的不行喔 對像目前有一些小廠牌的就沒辦法找到自己的手機了 目前智慧手機的軟體平台裡 包括Apple App Store還有Android兩大平台都提供了這種互相搜尋定位的程式 只要手機功能可以相對應就可以下載使用 費用依照軟體不同可能是免費或大約在新台幣28到30元左右 至於一般智慧型手機大多配備有Google衛星定位系統 不過這個系統只能幫助手機使用者 標示出自己所在位置的大概區域 對迷路的人比較有幫助 但如果手機掉了可就沒轍了 中間新聞占品用陳列文台北採訪報導